如何做好芒果健康管理及安全用藥 農改廠講師详细说明 芒果农不时紧盯着讲师跟手中讲义 从白粉病、碳驱病跟黑斑病等病虫害 发生原因与防治药理 还有如何保持果原卫生 同时在适当时间正确用药 马家乡公所开办的 芒果健康管理技术研习课程上做五十期 那老人家年纪也大了 变成说我们要去承接他的一本 有被启发到说我们做的农药 或是我们施的肥 有没有相关 然后我会觉得 这些东西我平常都学不到 像我们原住民常常欠接就是教育 在教育方面要加强 比如说用肥料的观念 合理的使用肥料 不要浪费太多的钱 又造成很好的效果 一样农药也是 有时候有时候喷一种病虫害 喷到无流走 这些都是会反效果 土芒果一直是马家乡最富盛名的农产品之一 乡内种植面积大约有两百二十公顷左右 芒果收成决定果农一年的经济收入 而居民赖以为生的土芒果 近年来产量品质逐年下滑 甚至停滞不前 下滑原因除了气候变化以外 最大原因在于芒果农的管理技术没有跟着提升 需要的合理化施肥 那怎么去防范病虫害 可以或者是怎么去修剪枝条 然后可以让这个作物 这个果实可以做到比较省成本 然后又可以达到高品质 然后让这个地区的农民 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些收入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 他们的技术没有进步 技术没有进步的话 就会被人家所追过 最后就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办这次的研席 就是希望能够虚心的去接受 各种芒果的尝试 让我们的技术能够提升 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下 部分果农放弃土芒果 改种其他作物 果农希望透过芒果管理知识学习 提升产量与品质 让马家乡再找回土芒果之乡美名 记者歌手 屏东马家采访报道